上回书说到唐军杀到了玄武门前 隋兵就把镇石裂开了 隋朝的护卫大将军殷世诗 经营节度时古仪 两个人来到两军江场 冲着唐军高声寒嚷 长孙伯记 李道宗 你们两个人出来 李渊看了看 就对身旁的长孙吴记跟李道宗说 二位清家不要着急 中尉将军 你们哪位撒马 到江场一战 殷开山刘洪基 两个人催缩险马 只奔两军江场 没费三招两合 一个生擒了殷世诗 一个生擒了古仪 四元大将 殷开山刘洪基 马三宝 断知邪 指挥大的人马 望前一冲 隋兵一看 主将被生情活捉了 这仗就没法打了 四散逃走了 唐冰就杀进了皇城 一直杀到了金殿之前 皇城之内 有羽灵军 护卫军 虎奔军 也不敢抵抗唐军了 就全都跪地下归降了 唐主李渊 就到了东培殿朝方之内 卸架了 手下的战将 搜查公愿 对贫妃 公俄 还有隋朝皇帝的 晋臣内侍 就一律赦免了 把大王杨幼 还有他的老师姚思莲 就看起来了 然后李渊 就命人把宋老生 殷世诗古仪 压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殷世诗古仪 是利而不贵啊 宋老生贵地 可对哟 唐王唐王 请您饶了我吧 请您饶了我吧 李渊气坏了 双眉倒树 二抹冤正脸上 颜色更变 用手一指宋老生 宋老生啊 你瞧瞅你这副骨头 你还不如殷世诗古仪呢 你想活 你把你的恩师 老将军 于聚罗请到同观 不但杀了我的儿子 赵王李元霸 而且送了你恩师的性命 像你这种人 我还能饶得了你吗 你还有脸跪地求饶 因事实故仪啊 你们两个人终于随朝 也算死而无怨了 来呀 把他们三个人推出去 张布他们的罪状 消首示众 尽量 马三宝立刻带着人 就把这三个人压出去 推出死门 然后在鼓楼前张贴绑门 就把他们杀了 紧跟着 李渊又传下话去 颁布安民的告示 开仓 放粮 镇计 灾民 释放监狱的囚犯 收纳散兵游泳 这事情 安排的是 井井有条 李渊就跟李世民 柴少 还有长孙无忌 李道宋 商量 你们看看 这个戴王杨幼 我是不是把他杀了 别人没说话 李世民说话了 父王啊 一个小小的孩童 您杀他干什么呀 难道说您忘了 太原起兵之前 袁田刚先生说的话吗 哎呀 要不是你提醒 微父倒把这件事情忘了 咱们前面说过 当时武明堂的名人 袁田刚 曾经给李渊出过主意 说您要攻下长安 得先立一个姓杨的 为皇帝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以堂戴随 改朝换代 为什么要这么办呢 虽然说天下大乱 可是各个地方官里 这些官员当中 还有不少忠于随朝的 大唐出行 各路返王呢 也全都不会心服口服 所以呢 必须先立一个姓杨的 为皇帝 李渊呢 就可以 邪天子 以令诸侯 扩充实力 收拾随朝的残局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 李渊当时很赞成 可是李渊打到了长安 他脑子里想什么呀 我得当 一朝人王地主 长安了 我是皇上 哎 他就把 袁天刚先生的话给忘了 李世民一提醒 李渊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先拥立杨幼为帝 就这样呢 杨幼又当了皇帝 立杨幼为皇帝 杨幼也明白 这个傀儡皇帝不是好当的 可以说自己的小命 时时刻刻在唐军手里头攥着 没办法 只好扶手听命 第二天 龙方古祥 景阳中壮 杨幼走到金殿之上 在龙叔案后落座了 就当上了这个傀儡皇帝 文武百官跪倒在地 山湖万岁 长孙无忌呢 就把自己替杨幼写好的诏书 望上一程 杨幼没办法照着念 宣布改元一宁 大赦天下 家世自己的爷爷 大业天子杨广为随阳帝 封李渊为唐王 大丞相大都督 所有军政大权就全都归了李渊了 李渊的丞相府呢 就设在宫中 大权在握呀 一宁天子登基之后 李渊父子就打着 匡夫王室的旗号 第一步 先一下一下夺了各地随朝官吏的兵权 扩充大唐的实力 扩充大唐地盘 然后呢 势力稍微牢固了 李渊就知道 不需要这个傀儡皇帝 就逼着杨幼 颁布诏书 自己逊为让国 这样李渊要登基 改为唐朝了 李渊高高兴兴 头戴冲天官 身穿者黄袍 腰横玉带足灯 无忧虑选择即日 登上了龙台 在龙叔暗后一坐 哎呀 李渊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 没法形容啊 当皇上啊 望下一看 文武百官 斩斩心心的朝服 三叩九拜 叩见新君 李渊都不知道 自己姓什么了 然后往下传指 让文武百官 脱以立两旁 所有的文武官员 站起身形 文东武西排班战力 李渊就宣读了 大唐开国的诏书 也无非是说明 随地阳广 荒阴无道 自己是成天命 顺人心 所以才起兵太原 现在经过这么多日子 到了京师了 虽然说我大唐 创业很艰难 但是大唐深得民心 这是随朝的幼主 愿意把天下让给我 众爱卿也劝我 所以我才当上了 大唐天子 国号呢 叫改为唐 年号呢 改为武德 李渊呢 就是大唐武德天子 大唐武德天子 立刻传下头道旨意 所有原来随朝的文武官员 完全留用 不但留用 而且每人晋升一级 跟着又传下第二道旨意 天下各处 只要服从唐朝 插上唐朝旗号的 这个地方种地呢 老百姓三年就可以不交粮食 做买卖的三年不用交税 没有地的 没活干的 没有生计的 可以到当地的官府去报名 有官府帮着他们谋求生路 这个办法太好了 安定民信 收买民信 这是谁出的主意 这是李世民出的主意 要怎么说 李世民是位明军呢 因为李世民跟着隋阳帝杨广下阳州 他亲自眼见 隋朝的老百姓被昏君杨广 跟地方的贪官屋里 毙得没法活了 饿死他 冻死他 冤死他 说不过来 老百姓这么惨 能够拥戴这个皇帝吗 所以李世民才给父亲出主意 李渊降下这道旨意 这么做 天下的老百姓 当然要拥护唐朝 人心相堂 李渊跟着又传下一道旨意 来呀 选逊帝杨幼上殿 杨幼上殿就只要磕头了 李渊传下口旨 杨幼 朕念你年纪幼小 颇实大体 就赏给你山东青州 一州之地 封你为西国公 你走马上任去吧 臣谢主隆恩 杨幼下去了 李世民派人护送杨幼 到青州赋任 明着是送他 实际上李世民 暗中派人 就在临潼山 奉李渊暗旨 就把这杨幼秘密的杀死 旧地掩埋了 这是后话 为什么要杀杨幼 怕随朝复必 如果杨幼死了 平安屋是杨幼活着 这麻烦可就大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 后来李渊 就视杨幼为随公帝 咱们回来 再说金殿之上 李渊把杨幼打发走了 然后传旨 命杨幼的老师 姚思莲上殿 李渊就赏给姚思莲 五百两银子 因为他只不过是杨幼的老师 给他五百两银子 让他回家养老 然后李渊 就大风开一堂功臣 三儿子 李渊立长子 建成为皇太子 二儿子世民为秦王 三儿子原籍为齐王 又封李道宋为成亲王 长孙无忌 为尚书又仆业 马三宝断之嫌 英开山刘洪基 四个人次决开国公 裴继呢 就封为魏国公 所有的功臣 全都论功行长 李渊又让长孙无忌 写了一封诏书 这封诏书 就招降天下各路返王 因为各路返王都没有归堂呢 这份诏书发下去 让各路返王等候朝廷接管 谁要抗制不尊 朝廷一定传下志去 派兵正好 所有国家大事 全都处置完了 李渊要散潮了 突然间魏国公裴继 跪到在龙叔案前 万岁 臣奉旨搜查随公 所有的妃嫔 公俄太监 全都造句清策 暂行安置 没想到 在妃嫔当中 查获了两个男臣的 王国之父 请万岁 降旨发落 为什么裴继 要这样禀报 唐王李渊 因为这两个人 是南臣的王国之父 不是随朝宫中的人 李渊一听点了点头 哦 难道说 在宫中 还有南臣的王国之父吗 裴爱卿 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万岁 这两个人 一个叫张燕雪 一个叫尹秦瑟 哦 李渊双眉一肘 用手一缕胸前的胡须 李渊心中一击凉 李渊知道啊 南臣在王国之前 这陈后主 宫廷当中美女如云 最出名的 陈后主最喜欢的 贵妃张丽华 还有一个 孔贵妃 这两个女子 在开皇天子 三发南臣的时候 被随兵捉住 当时就给杀了 除这两个人之外呢 南臣陈后主 还有心爱的四个美女 一个是陈美娘 一个是蔡玉珠 一个是张燕雪 一个就是尹秦瑟 随兵三发南臣的时候 这几个人 刚刚十四五岁 所以后来 全都收到了随宫了 开皇天子晚年呢 就把陈美娘 封为宣华夫人 蔡玉珠呢 就封为荣华夫人 而且非常宠爱 这两个女子 后来杨广师父夺权 当了皇上 就把这四个美女 巨为己有了 时间不长 宣华夫人 荣华夫人 两个人忧郁而死 那么这张燕雪呢 还要隐秦色呢 两个人就想讨皇上的喜欢 但是始终没有得宠 杨广千东都下扬州 也没带着这两个人 就把他们两个人 甩在长安的后宫了 当初李渊跟着杨广 兵法男臣就曾经听说过 张隐二妃 妖艳绝伦娇小可爱 只恨没见过一面 今天听说 在隋宫里搜出 这两个美女 李渊这心眼可就活动了 来呀 肃宣张隐二女觐见 那时望霞一传指 时间不大 张燕雪隐秦色 两个人就来到金殿之上 跪倒在地 给唐主李渊磕头 王随旧父 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 你二人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啊 朕恕你们无罪 这两个美女一听一抬头 这四只眼睛看着李渊 这两个美女在宫中神不动 四只眼睛一看李渊 眉目传情 这李渊一看 虽然这两个女子年过四十了 但是风韵犹存 哎呀 李渊心说到底是天字国色 不同凡品 这李渊看这两个女子 两只眼睛发直 六只眼对一块不说话了 旁边李氏抿着心 砰砰砰就跳啊 这两个女子看了看李渊 然后两个女子说话了 万岁 罪妇人得赌天言 随死无怨 如蒙万岁不弃 怨奉鸡肘 这样的女人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啊 李渊心花怒放 好啊 即使你们两个人有心侍奉孤家 朕就收你们二人做偏非 留住在翠花宫内 臣妾谢主龙恩 愿我主万寿无疆 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 心说父亲您在受着王国之父 李世民赶紧扑通一声 跪倒在龙叔案前 父王 且慢 儿臣有本 儿啊 你有何本账 当面奏来 万岁 您初登大宝就收纳两个王国之父 恐怕传扬出去 对江山设计不利 还请万岁三思 皇儿啊 你这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 朕今天头一天登基 初次降纸 身为一朝天子 就是经口预言 怎么能说出句话又收回来 儿啊 你快快起来 女人的事情无关紧要 你呢 就不要多管了 李世民还敢再说话吗 一个李渊是自己的父亲 再说李渊是皇上自己又是儿子又是臣 哎呀 李世民没有办法 只好起身归班 可这话 让张燕学隐秦色听见了 这两个女子心中暗骂李世民 好小子 你差点把这件事闹黄了 等着 咱们心里分 望后我们今儿里要是长得全 李世民 你这滋味啊 就好说不了 李渊传旨 让两位偏非免礼平身 让内侍把他们带到翠华宫 就算把这两个人收为爱妃了 这件事办完了 李渊高高兴兴传旨散潮 然后就在宫中摆下穹林玉宴 大雁百官 长安城悬灯结彩 万民同情 大唐开国吗 这些事情 咱们就不一一戏表了 踏踏实实过了两个多月 这天李渊早朝 有人跪倒在龙叔案前 万岁 现有两道告急的折本 成请万岁欲滥 快快成上 黄门官接过这两道折本 递到龙叔案上 李渊拿折本打开 一看 李渊可愣了 旁边的文武百官 一看皇上的面部表情 就知道有大事了 什么事 因为唐朝开国这一天 就发下诏书 搬行天下 让这些反王归顺大唐 许多家反王 就向长安城 递交降书 把自己的地献上 就等待唐朝 派人接管 等待自己 在唐朝做官了 所以说唐朝呢 人马也多了 地盘也扩大了 李渊是比较踏实的 可是 李世民提心吊胆呢 不是天下所有的反王 全都归顺 所以李世民今天 看见父亲脸色变了 就知道 肯定是反王的事情 李世民猜得很对啊 两家反王出事了 不服大唐 要跟大唐 开兵建仗 一个是湖广 襄阳王 雷大鹏 他仗着京 湘和岭南 地域辽阔 兵多将广 不服唐朝 要跟唐朝 一劫胜负 另一份呢 就是洛阳的 王世崇 王世崇也发了战表 不服你唐朝 你派兵来 兵发我洛阳 决意胜服 建议高地 李渊一看这两道折本 李渊 脸望下一沉 半天就没说话呀 李渊着急呀 虽然大唐开机创业了 但是李渊手下 没有战将啊 如果说四儿子李渊爸活着 那李渊什么都不怕 但是赵王李渊爸死了 谁能替我收服天下返王 稳定江山实业呀 李渊拿着折本发愁 这两家返王 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 要同时发病 夹击我的长安城 我大唐康刚开国也就完了 李渊不由的 看了看二儿子李世民 心说儿啊 这主意就得让你出啊 到底李渊 如何评判两家返王 咱们下回再说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所以你从这边 爹上来 有什么都不得了 与我都不得了 从这边是一生 都不得了 你写得了